好,我们现在继续学习 我们得到一个预测的一个函数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得到一个 进来一个新的一个数据 New Data进来之后呢 会得到一个预测 进而的会给它一个scal打分 这个打分会得到一个另外一个变价指标 你比如它的一个准确率 Recal或者精确率 当然还有F1 那么这些打分的规则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scal里面的text 就是我们的test和这个t trane二角之间做一下拟合 它们之间的分数有多高 如果测试极客比较好的话 那么训练极客稍微弱的话 那可以有了欠拟合 因此呢这两点之间 我们要进行 这边要做一个调整 OK 机械学习它的框架是什么样呢 它很简单 比如说A set of function 定义一系列的一些函数 你比如说我们最基本的函数 比如说是me函数 比如说对数函数 比如说三角函数 这些是我们在高中初中的本科 大学里面会经常遇到的一个最基本的函数 比如说要把它上升到一个 一个更好的更高级点的 比如说有一个最小二乘法 随机剂数下降SGD 利用它这些最基本的函数 会升上到我们本科里面比较多的一些工具 比如最小二乘法SGD 对于它一求一下偏导 会得到一个cost function 会简化成一个cost function 目标函数 目标函数会得到一个最优解 那么以下三步就如此简单 就像孙丹丹讲的小品似的 大箱方便箱分几步 一共分三步 定义一系列的函数 然后得到它的cost function 紧接着要得到一个最优解 OK 那么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 SICLEARNING里面怎么去应用 SICLEARNING它是Pathom里面 比较很有特色的一个 也做了很优秀的一个机械学习库 它是面向Pathom的一个免费的 开源的这么一个学习库 其中包括分类预测巨类 比如说SVM 知识相量机 随机森林 KBNIS巨类 这些算法通过一行代码 然后首先我们的Front 把SK0这包引进来 然后再Import Import之后 把这一些算法引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行的一些调用 所以说它还是比较方便的 包括它的降维 也就是说啥意思呢 降维这块的话 比如我那边有几千个特征 上万个特征 那么我可能就要10到199这么一个200行 200行这么一个特征 把200行的特征摘取过来之后 哦 sorry 200列 200个列 我只学200列 它可能有成千个 有可能上万 我只要200列 200列里面我要进行和我模型标匹配了 我可能只要选其中的三列 把它降到更少 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做广告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你会发现广告与媒体呢 它们之间呢是有一个有一个线性的一个关系 我们只要把这个线性的关系找出来 但是前提之下我们会有一个特征这块一个选降维 比如说它有TV newspaper 报纸 包括radio 广告 广播 那么这里面可能TV和newspaper对我的模型的影响比较好 那我可能要选取它这块 不用四个特征里面全用上 比如说几万个特征里面 我可能就要其中的几十个 或几个就对我的模型OK了 所以它有一定的降维的作用 包括模型的衰写 模型的话你可以把它做一个list 放在一个list里面 然后进行负软 把它变利出来 然后这里面用到分类算法 我们去找svm 会找比如说找随机森林 会找决策数 会找logist 那这些适合哪里的算法 我们通过list里面进行编例就OK了 然后再前提还要做个预处理 也就是把我们的空格问题 确实值的问题 比如去个0 去个1 把它都补全 那么这些就做一个数据的清洗 当然我们这里面还有讲到很重要的库 叫nampi和smpi 这都是科学计算库 也就是把我们的list 送张成一个date frame 或送张成一个科学计算库 比如说求它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 方差最小值 这些都可以拿到 OK我们再次来看它的安装 它的安装上也是非常简单 其实只要是我们配好了一个 一个and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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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环境之后我们就可以做这些环境上一个搭建 那环境搭建这块呢 我们这里面就是说用code install code install 你如果现在的话就code install uninstall uninstall 这里面用的是cql 如果说你用pip用pip来装的话 这里面就pip install和pip install 来进行它的线载和安装 OK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一个官网的链接 有感兴趣的东西 也把这东西要细一看一下 这里面是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这是3k learning的一个官网上一个图标 我给大家copy一下来给大家感示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会说到分类里面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环呢 就是说把我们做一个模式上的一个识别 那么模式识别呢 是在算法界里面或机械学习里面用的比较多了 比如说是给你一个dog的图片 你怎么把它预测出一个 这是一个福克斯函数 预测出一个dog这个狗 如果给你一个cat猫 这张图片 你怎么去分类出它是一个猫 这个找到这个函数 那么这些都是通过一个模式上的识别 01啊 男女啊 对错呀 这些都是可以 把它做到一个分类之很好 这么一个模式识别 OK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张 这就是我们要接下来做一个案例 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水果 你比如说有看到的是apple 有柠檬 有橘子 可能还有橙子 那么这四种水果里面我要是把它做一个模式上的一个识别 我要分辨出哪些是水果 苹果 哪些是柠檬 比如说这些 加上看的是一共是16行的数据 用16行的数据 我先顺计它的一个特征 其中这块的一个特征 这是它的一个offer label 就是这是 大家细看一下 这是前三行里面的都是标志1 这个1的话你对应它的name就是一个apple 也换句话说它是一个zip 拉链的操作 这个这行数据是我加的 因为我要判明出它我必须有一个它的一个 label 但凡有label了 我可能就要想到它是个监督学习 有监督学习的我可能要想到它是一个分类的算法来做 比较好 OK 那么这些 这些 我 接着看它的一些特征 这是我的true label 也就是我的标签 对应的一尺的是我的apple 当然这里面还有它的一些类型 你比如说苹果 它有它大富士 红圆帅 等等都是它的一些类别 它质量 宽度 高度 这些一共是12345671234567 一共是7列的这么一个数据集 那么这个数据集 我们通过感兴趣的同学会去kago kajglg 这个是我们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大赛 大赛里面经常会参加的比赛 这kago是会给大家提供免费的数据集 我也是一般从这里面下来做一个我们的实验 当然我们通过orico数据库 也可以自己造出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集 那么kago这块我们提一下 就是我们在本科阶段或言行阶段 或者更好的一些算法大赛里面 往往参加最多的 除了阿里巴巴的天池 那么最多的也就是kago 就你们打打比赛呀 看你们的算法怎么做 预处理呀 往往是对自己的能力有很大的提高 ok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着 其中我要重点说一下 这里面的label label比如说这一指的是apple 二指的是橙子 一这里还是指的是apple 我没猜错了 三指的是orange 三应该指的是orange 四呢 指的是我们的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label 柠檬啊 这是这么一个label label label 与他的name进行一个标签 当然我们要经过代码 进行了拉链好操作起来 哎 sorry 把它处理一下 ok 一共是16行的数据啊 一共是他的label应该 他的数据 应该是16行乘以7列啊 这么一个矩阵 那这个矩阵的话 这原始数据呢 就是1016行乘以10乘以7列 这么一个矩阵 那么这个矩阵里面 这是我的原始数据 这个划分 首先要把它换成两大阶段 先不看这个 验证几阵 分成两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我们的trade 我的训练局 训练局这块要对应呢 有一个训练的模型 还有test 测试机 那测试对应我们 有测试模型 那相对而言呢 你会发现 我的16行数据里面 它可能 呃 占了有10行 它可能就占了5行 因为我们要做训练 给它分布的数据 相对比较多一点 那么更好的具体模型 我得到一个 y-hat 得了一个 我们的一个 估计值 那么估计模型呢 估计模型呢 就是 我们的这块 我新的数据一进来 然后走过的 走过的模型 它会得到一个 估计值 那么这块呢 我要够我的test 它的model 就是我的 测试模型 几个比对 那么接下来 我们会发现 这些是我们一个 数据的一个介绍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代码里面 是怎么展示呢 OK 代码里面会发现 这里面 我去通过一两行代码里面 很简洁的和方便的 看出我们数据 一个整体的划分 所以大家同学们 也不要很着急 我接下来会 用案例的方式 给大家 把这些原理 框架 代码的部分 组合在一块 给它有整体的 积极性的印象 好 可以看一下下一张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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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图片 是 我们的一个划分了 刚才 刚才一提 你已经提到 我的数据局 就原始的数据局 整体是 划分成两块 你只要 吸入两块就行了 当然还有原始级 我们后续再说 我们再评价指标 它在工程这边 会把原始级会加到 原始级分为一个训练级 一个测试级 那么训练级和测试级 这块的话 你比较这是我的原始级一共是 很不太清楚 这一共是二十行 它是二十行 一二三四四列 所以它这个实书级的话 是一个 是一个 二十行乘以一个四列的 这么一个矩阵 二十行乘以四列的一个矩阵 那么这二十行乘以四列的矩阵 我们这里面 就这个X了 看到这些 比如有高度 有宽度 有质量 有颜色等分 这四列呢 就是X这的一个什么特征 大家记住这叫特征的词 你可以把它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列表来看 你比如说 这个列里面 列名 这列名里面有很多数值 这是它的一个属性 这个列名 外的宽度 这个列名里面有很多的数值 是它一个属性 OK 在工程界里面 这可能将列名 变形你好记 那么这块在算法界里 我们玩特征 特征 这里面有四个特征 有二十行乘以四的一个特征 这是我们的一个实实训练级训练级的一个分布 咱看Y Y这块叫什么 叫label 就是我们的标签矩阵 我们标签矩阵 标签矩也是一个二十行 然后呢 对应的标签 比如说1还记得吗 1就是我们的一个apple 我们的数据箱指是apple 比如说是 这个对 1的指的是我们的apple 2的指是橙子 3指的是橘子 4指的是柠檬 那么这儿都是它的一个书籍的一个划分 比2是橙子 这里面只有1号2还有3 它书籍没有全部拆出来 这一块是我们一个整体的书籍的划分 那么右边呢 就是把测试级 它是这么分布 那么接下来它是训练级 训练级这块呢 它也是把我的训练级通过这行代码 tree test split 就是训练级和测试进行一个split 切割 切分 分割 分割成什么呢 这也是对应着我们的X上训练的特征 训练 训练特征 这是我们的训练标签 这是我们的真实的 真实的特征 就Y的真实的特征 这是Y的真实的标签 那么这名词大家要记住 这些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分布 只要我们通过一些一行代码 就会把握出X的tree Ytree Stest Ytest 整个都给分割出来 那么以下就是我们对整体的 介绍的一个入门 一个介绍 那么接下来呢 我可能要给大家演示一下代码 那么代码这会儿啊 我们开始用 用周图成的book里面 这便由我们去做一些很好的解释和开发 不用Pacham呀 或者这些ide家族呢 我们就不用这些东西啊 OK OK